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我是Stefan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E-Charts和Hightrust的一些使用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在上一讲里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怎样去搭建这个Hightrust和E-Charts的一个demo 以及这两个图表插件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配置 那在这一节里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E-Charts和Hightrust工作中的一些实力的一个介绍 工作中一些实力的一些介绍 以及我们怎样快速的使用这个E-Charts和Hightrust来达到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需求,一个目的 那这节课就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E-Charts 百度的这个E-Charts,它的这个域名是E-Charts.百度.com 这是它的一个官方网站 这个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这是之前它是2.0的一个版本 E-Charts 2 现在出的新版本有E-Charts 3 它和那个E-Charts 2会有一些大小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这个体系的一个变化 还有这个对移动端的一个自适应 一个自适应一个配置吧 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在这个,在这一节里呢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对这个E-Charts的一些特性的一个介绍 在这个,它的官网上 对这个E-Charts的特性啊 有一个,有一个介绍 有一个介绍 这个之前都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在这块呢 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那个 比如说五分钟上手这个E-Charts 首先呢,获取E-Charts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从这个开始 E-Charts 3呢,开始不再强制使用AMD的方式 按需引入 代码里呢,也不再内置AMD加等器 因此引入方式简单了很多 只需要像普通的JavaScript一样 用Script的标签引入 这个方式,大家来看啊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E-Charts.mini.js 引入这个E-Charts.js 然后绘制一个简单的图表 在绘图之前 我们也需要为E-Charts准备一个 具备宽高的道理容器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代码 我们来看啊,这上面都 都没有发生变化 E-Charts.js 注意啊,我们下载的这个E-Charts.js 必须是3.0的,而不是2.0的 2.0的话,它下面的这些方法 它就用不了 用不了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这块都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DiV啊 一个具备宽高的一个DOM 然后我们直接就在这里边 就在这里边 E-Charts.mini.js 初始化一个这样的一个MyChart的一个对象 然后指定图表的配置项和数据 这块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直接 set option 把这个option给它放在这个MyChart的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 塗到对象 然后呢,我们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入门示例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 这是我们上一段节目 跟大家讲的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这是在E-Charts.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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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必须先引入这些东西 而且在我们需要想要 比如我想用折线图的 看折线图的时候 我们必须还得引入折线图 是非常的麻烦 那在这个E-Charts 3.0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这个E-Charts.js.js 把它换成3.0的E-Charts.js.js.js 然后在下面的话 这些代码 我们都可以给它改成一句话 下面都不用变 然后MyChart叫setOption 直接就能够显示 这点和它变得非常简单了 变得非常简单了 这一点是和这个HighChats是非常相像的 HighChats初始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那这块是它EChats 3.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变 对咱们这个编写代码也是非常的方便 还有这个就是说移动端的一个自适应 移动端的一个自适应 因为现在移动端非常的火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智能手机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移动端也能够看到这个EChats的一些图表呀什么的 这样的话更加的方便 那它在EChats 3.0的时候也给咱们提供了这些基本的一个样式 基本的一个样式 这块是它的一个based option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或者说有需求的同学 同学们可以在这我看它提供的一些例子 这个就是这是它提供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例子 在移动端的一个自适应 移动端的一个自适应 好这个是一个它比较新颖的一个点吧 然后符合当前的这个趋势 符合当前这个潮流 还有就是说你这块一部数据的一个加载和更新 那在上几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直接就像这样 直接把数据啊塞在这里边都是写静态的 那在实际的工作中呢 我们大部分的数据都是动态的或动态的进行获取的 我们需要一部的加载数据 所以呢我们 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 就是需要学习一下这个一部的数据 一部数据的一个加载和更新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凌程流程 其实呢学过这个JS的同学啊 肯定对这个阿甲克斯不陌生 其实呢他就在这块 他加了一层 类似于阿甲克斯的一个方法吧 然后在这里边动态的进行获取 然后呢我们在获取的时候 还可以给他加上这个loading动画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有一个show loading 还有一个hide loading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这块对他进行一个调用 这个就是他比较 也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方式方法 就是说调用 一部加载数据的这个方式方法 当然这个highcharts里边也有 也提供了对这个数据的进行一部加载 好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需要跟大家说的 一charts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特性 当然了他还有其他的一些 更多的更加具体的一个特性 同学们呢可以在这块 在他官网网站上进行浏览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接着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实例 这个是他3.0的一个实例吧 一个实例版本 我习惯是看他这个2.0的 这是他之前的一个实例 一个官网网站 我一般是喜欢点这个实例 查看 好 我们就以这个来为例子 这个2.0和3.0都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只不过是刚刚跟大家说了 引入文件有所不同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工作中最常用的这个 折线图 这是他的一个标准折线图 这个标准折线图 是我们最常用的 后面还有这些堆积折线图 这些可能用到的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根据自己工作中的需求 一般最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呢 我们呢只需要 就比如说我们只需要 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option里边 来给他进行一些变更 来对他进行一个变更 这是他的一些代码 我们来看 怎样快速的去看一下这个效果 他这里边是可以编辑的 比如说我这个text的 然后我点击刷新 他这块就会有变 他这块就会有变化 那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说 这块的这个值 以及他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个 最大值最小值 那我把它删了 就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最大最小值 就是没有了 对吧 没有了 还有这个legend这些 都是可以在这动态的进行更改的 比如说我想在这里边加一些 他的一些属性 减一些这样的属性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边进行测试 我们不用说把这些代码 给他抠过去 拷贝过去 然后在我们这个代码里边 比如说拷贝到这儿 在代码里边再进行更改 然后再刷新 看这个刷新最后的一个效果实力 是什么样子的 非常的麻烦 那这个eCharts呢 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 em eCharts3里边 我们来看 他这个也有一个实力 他这个也有一个实力 比如说这个折线图 这块就是咱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 他这块呢 eCharts3里边呢 变化的非常的快 比如说我在这儿 减两个字 减两个字 比如说一周变化 他这块就会自动的进行变化 不用点这个运行 这块可能看上去 能够更加的方便一些 对这个视觉的一个浏览 比如说Mark Point 我不要 他就会自动的 会给你展示一个 一个这样的效果 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同学们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建议同学们呢 如果想 领导想使用什么样的 一个效果图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 使用这个eCharts3 更加的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方便 好 那这个是折线图 折线图给大家讲的一个 最常用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折线图 就这样子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实力 还有一些实力 我们主要还是根据 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需求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进行随意的一个变更 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些Title 这样 就我就不想要了 他就没有了 或者我就想加一些东西 捡一些东西 只要你的JS足够的好 足够的牛 就可以在这上面 进行随意的 比如说添加一些方法 都是可以的 还有这个柱状图 柱状图也是我们 最常用的一个柱状图 比如说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算是我们 最基本的一个柱状图 柱状图 我们来看 它这里边 是不是也是一些Option 我们只是要在 这个Option里边 做一些更改 比如说 我不想要这个Toolbox了 那这块是不是就没有了 然后我还可以给它撤回来 是不是 非常的方便 这个ECharts给咱们提供的 这个 算是一个在线的一个编辑器吧 能够很方便的调试 咱们最终想要看到的一个效果 最终想要看到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方便 这个是柱状图 这个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柱状图 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柱状图 可能它是一列的 可能是两列的 最多也就是两列 这样一个柱状图 好 看完了这个柱状图以后呢 还有这个柄图 就是这个Pi图 这个也是在工作中 也是需要的 这个我们 它这个不能拖动 在二里边这个好像能够拖动 但是这个三里边这个动画 这个效果 比二里边可能会好一些 这个柱状图啊 也是我们需要做的 比如说我想看这个联通 变信 还有移动 它每个用户的一个访问能量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是可以在这 给它搭上数据的 搭上数据的 然后在这里边item style item style里边 给它进行一个变动 好 见了吗 学习们看 这是不是就有些改变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一个三大 三大类型图 一个折线图 一个柱状图 还有一个柄图 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运维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涉及到 比如说从北京的这些机房 往这个比如包头啊 往这个重庆啊 这些机房的一个搬迁的一个 一个状况 一个情况 就是模拟这个数据 模拟这个机器搬迁 机房搬迁 机房里边机器搬迁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的这个设置就非常的麻烦 因为它所需要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坐标轴啊 这些数据啊 都是比较麻烦的 可能这块对GS的要求可能会高一些 这个就比较高级了 好 这也是地图啊 我们也是 可能也是比较经常用的一个 一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些 大家介绍一些我们最常用的啊 这个K线图就是做股票的一个 这个实例啊 如果你公司是做股票的 想做一个股票的一个网站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来给它给你展示 这个地图 这个也是一个热力图 还有一个应该是一个 对 仪表盘 对 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 可能是这个仪表盘 比如说我们 想看那个 哪个机器的一个当机率啊 这个机房 整体一个机器的一个当机率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业务指标 比如说这个完成率啊 这个 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们都是可以给它 都是可以用这个 仪表盘来进行展示的啊 也是比较直观 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在这个 商家公司的时候 在这个展示这个数据的时候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图表 进行展示的 也非常的方便 剩下的这些图呢 这个一刹子也给咱们提供了 但是呢 可能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还是根据自己业务的这个需求 业务的需求来进行一个使用 我们呢 如果想使用这个图表的时候 我们呢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一刹子的这些官方网站找一些实力啊 找一些复合我们现有需求的啊 这样一个实力 然后在这个实力的基础上 我们来再来进行它的一个 再来进行它的一个测试 或者说是一个编辑啊 来达到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效果啊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刹子 我们在工作作用中怎样去使用 如果说我们选定了啊 我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 领导选定了 就是想要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其实我们呢 可以在这上面的这个option里边 对它进行一些改变 或者说完全不用改变 只是对这些数据啊 重新进行一个复制 那最终呢 就会展现出 在我们这个web界面里边 就会展现出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试图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eCharts的一个特性 还有以及它 我们在工作中怎样去使用 这个eCharts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课程 跟大家介绍的一些 重要的一个点 那咱们下节课呢 跟大家再来说一下 这个HiCharts 我们怎样去 使用啊 其实原理上和这个eCharts 都差不多的 好 那这节课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大家有时间 有兴趣的话 在课后 可以多多的浏览一下 多多的点一下 这个eCharts的有关内容 好 那本节课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就跟大家 我们下节课就跟大家 这期节课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跟这个下节课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以后